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杏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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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ilga AT 股推介第一个是铁铁27号 简选原因是公司上半年纽纽纽纽形 赚29亿 伏业建材业务占正收入的占比回落到疫情前即一成以下 各业务按年及按季都录得增长 更重要的是宣派每股特别息2日 成为全球福尚以来首间恢复派发股息的豪赌股 显示公司对本身已是行业前景趋向乐观 除了行业及公司本身现有业务复甦动力外 仁如中有澳门银河第三及第四期新项目陆续投入服务 所带来的增长动力仍未在今次的中期业绩当中反映 在第三期内 新的天峰高额投注区及其他非博彩设施在7月启业 8月16日 设有450间奢华套房的澳门银河来佛市成功开始事业 还有700间客房的澳门安达市酒店亦会在9月开幕 虎瑞认为上述第三期项目开业对银鱼带来正现影响 有望加强他们的客流量和增加正现金 由银鱼业绩后至本文折稿前 一众劝商给予银鱼的目标价平均值是65.3 较他上星期收市价高出大约三成 投资者不妨等到银鱼回到48元吸纳 年底前先看60元关口 但跌穿45元关口便适宜先后止损 第二只推介港股是中石化贯德934 中石化贯德早前宣布中期股息是每股一毫子 按年上升2.5元 市场大为售落 加上派息令中石化贯德往迹股息率超过7厘 集团将在9月14日随正 由于收取今次中期股息的投资者要留意及时及纳 在游戏设备服务行业当中 年年稳定派息的中石化贯德 力尼派息表现远高于同业 在过去10年都维持股息持平或增加 往迹大约7厘的股息率抛离中集安税科和中海游服2厘至3厘 提供上游开采服务的巨徒和安东油田甚至几年无派息 相对同业派息慷慨的中石化贯德被视为收息股之选 另外中石化贯德主要收入是来自大股东中石化 中石化持有中石化贯德超过6成股权 中石化贯德主要业务、原油码头和仓储服务当中超过9成的收入是来自中石化 依靠中石化的支持令到中石化贯德维持稳定的收入和现金流 可以支持集团继续提供稳定派息 目前中石化贯德手头上的现金和存款高达50亿 并且没有银行贷款和其他借贷 负债是非常低的 资产负债比率只有4.6% 在现时高现金水平的情况下 会支持集团继续提供高成